就是因為我的資料庫放的位置是在這裡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一個SS 那不就最後還是有很多個SS 所以怎麼樣呢? 這個SS資料庫有幾種簡單的辦法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放在一個Leader的電腦裡面 用網方的方式分享 你只要告訴他一個網方的名稱或IP 後面的話看到放哪一個Furder裡面有這個檔也可以 那個路徑的話是可以做修改的 那怎麼樣去做路徑的修改其實就改哪裡呢? 改這裡有沒有 這邊的話是一個Data Source 你就把這個路徑的部分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網方的路徑就可以了 那至於怎麼修改?等一下才來看好了 還有就是說 那如果老師我的資料庫不是SS 我的資料庫是SQL Server 或者是其他的資料庫怎麼辦? 有沒有解法呢? OK 這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如何P次新增 第一個請各位自行再拉一個全部新增 名稱叫B4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裡面呢 就是剛剛中間的程式碼有沒有 複製過來貼上 裡面本來是R變成I 然後呢給他範圍 這樣就完全形成 你會發現一筆跟多筆 不就只插在回圈而已嗎?對不對?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做一個刪除 好 那等一下再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的資料庫的路徑要做修改的話 這個地方怎麼修改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的資料庫不是SS的話 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我會把那個B4的這個 全部新增的按鈕的這個程式 也幫各位複製起來 然後呢 再到那個雲端上面幫各位貼上 特別注意 我剛剛看到幾個同學複製的時候 建議你去按那個右上角有個箭頭 把它跳出來之後再複製 不然你貼上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空白列 空白列的話 你又要再去刪 其實比較不方便 我建議你就是 打開有沒有 右上角會有個箭頭 跳出來之後再複製 就不會有空白列了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些些 那這些運用 我建議各位就是說 可以找其他的範例 這個主要是給各位當一個範本 以後你如果有就是AD 就是說需要連結資料庫 並且要把你的資料匯出 集中在資料庫裡面管理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很簡易的一個範本 你就用這個來做一個修改 其實就可以馬上可以看到效果了 那這個程式是我自己 一改再改 改改改改 改到最後剩一點點而已 那這樣來WALK已經沒有問題 這個也是 大概也用了很多年了 應該也沒有問題 沒有發生過什麼狀況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再試試看 全部新增 然後再把舊枝要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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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